港獨的議題 在上星期大專學院開學禮上 又引起爭議 警察肆意曲解社會條文 取替香港民族黨 我們所身處的香港政制崩壞 主權只是受到商人國家的威脅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 受到北方帝國殖民 大學絕對不會支持港獨 很不幸這股歪風 進入了我們大學的校園 任何衝擊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七月一日 在香港說的底線 我們是不會容忍的 討論港獨, 在大學以至社會 是否已經成為政治禁忌? 謝謝 今天趁開學日貼一些招修會員的單章 還有海報 希望可以令上台大學的一 Rockefeller 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学会 他叫自己做KC 是中文大学学生会 属下一个叫 香港独立研究学会的干事 上个星期一开学日 他在校内张贴单张招务会员 KC说,鉴于议题敏感 他不想上镜 也不想透露个人身份 本身香港独立这件事 在未成立这个学会的时候 都非常敏感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成立这个学会 就慢慢令到他 可以从很敏感慢慢去到 大家都能接受到 去年九月 中大校园出现香港独立研额 校方要求学生会拆除 引起争议 因为这件事 触发KC成立学会 校方是借没有申请为由 其实就是打压这个言论自由为实的 我们认为其实任何的政治立场 包括香港独立 都可以在校园里面讨论 我们是在海外自己的底线 就不是在挑战任何什么底线 譬如是言论自由 学生自治 我们有这个学术自由的底线 学会在今年一月成立 目前正处于事办阶段 KC说 学会的宗旨 开宗名义 是要提供平台给学生 中讨论和研究香港独立的可行性 守护同学家的言论自由 在现今社会里面 很多人就算是讨论香港独立 都会被标签为鼓吹香港独立 我们会将写到明 是研究香港独立的可行性 搞很多不同的研究活动 究竟我们学会是属于鼓吹 还是研究 界线是由哪个定的 因为校长就说明鼓吹是违法 他会不会将我们界定为鼓吹 我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属于鼓吹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行动 会不会是解除我们的学籍 或者是做不同的处分 我们是不清楚的 KC说 学会初初成立的时候 只能在网上群组匿名发帖 招募干事和会员 他声称学会现在有五、六名干事 三、四十个会员 不过全部都不想曝光 坐在KC旁边的 我们叫他做Peter 他表明自己既不是学会的干事 亦不是会员 只是认同学会的宗旨 所以帮忙做义工 他同样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 以往我觉得要多些人 联手去多说一些 打破社会对于香港独立的意见规范 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政治打压可能真的慢慢… 真的完全不能说香港独立 我们要说你唯有阿玛帝说 我觉得暂时才是可取 为什么我们这次 可能也不露面地接受访问呢 除了政府现在用不同的法例 他不可以直接说 因为你说香港独立而拘捕你 他还用很多其他不同的法例 社团条例 或是煽动罪 不断…其实他也不是真的逮捕你 他不断吓你 令你以后不敢说 网上有不同的批斗事件 他会把你支持香港独立的人 的家人 或者你个人的私隐 女朋友的照片 全部公开上网 做了人欲的搜寻 香港独立研究学会 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属下团在章则成立 中大学生会会长欧卓希说 香港独立研究学会 符合章则的申请准则 学会的政治立场 并不是他们审批的考虑因素 一来就是现在 在中大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属会 提及会探讨香港独立这个议题 完全没有重叠性 另外就是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想做的事 也是一致的 探讨香港独立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在这里 香港独立研究学会成立后 学生事务处曾经主动接触学生会 要求杀取学会的干事名单 最终被他们拒绝 学生会期后更加听闻 校长在校董会上表达对学会高度关注 学生会认为校方的反应并不尋常 大学其实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 其实理论上里面 应该是可以确保到 它是有学术自由 有言论自由 我认为香港独立 都是一个政治的诉求 这个社会里面也有很多人 是真的会将它视之为一个禁忌 就一听到这四个字 不理背后的论述 不理背后的原因 就先罵了 我们向中大校方查询 他们对这个学会运作的看法 不过校方没有直接回应 只是重申 大学坚决反对港独 表示会积极就学生团体的活动 与同学保持沟通 致力维护言论自由 同学术自主 同时大学有责任 确保校园是理性探究学问的环境 而非政治角力的场所 中大校董、民建联成员刘国勋说 对学会的成立表示关注 他批评学生这样做 是触碰一国两制的底线 以学会知名鼓吹港独思想 我想在校董里面 也有讨论过 里面也有提出过 学校不应该作为一个宣扬 或者鼓吹 一些港独主张的平台 任何违法 或者是推动港独的行为 其实都应该是禁止的 但是具体的处理方法 其实都会交给学校的处理 我希望同学 学们都应该要尊重这些事实 还有尊重有关的法例 就不要借用学术自由 或者言论自由这些房子 去挂羊头卖狗欲 去宣扬港独 我行使社团条例第八条 赋予保安局局长的权力 作出命令 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 两个月前 保安局引用社团条例 考虑禁止提倡港独的 香港民族党运作 目前正等待民族党作出新述 假如保安局最终禁止民族党运作 将会在二十三条立法前 政府首次动用刑事法 处理港独的政治主张 香港独立 香港独立 那保安局会不会引用社团条例 禁止在大学成立的 香港独立研究学会运作呢 保安局回复我们查询时说 不评论会否就个别团体 采取什么措施 表示每个个案都要独立考虑 这几个星期出现的 香港民族党的一连全的风波 真的要用社团的条例 说要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 而更重要的是 它定义社团 说两个人已经是一个社团 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社团 变成我们一有组织 一有多个一个人去行动 就会有危险 他们迫使你不敢说香港独立 明天可能会迫使你不敢说真普選 可能后日你看到一些政党 都会说不敢说结束一党专政 可能到以后来 可能连争取民主 他们都会用这些批斗方式 或者用这些程序上的东西去压制你 这些年轻人发的 参加不太厉害 参加不太厉害 下个月 在演講當日 多個左派工會和親政府團體 到現場抗議 也有支持本土和港獨的團體聲援 收起來,不要推動 不要搞錯了… 不要搞錯了… 這種衝突場面 對於23歲 剛剛做了一年半網媒記者的戴程熙 已經閘以為常 學生到那邊 他們可能遲一點來 找不到一個位置去接近FCC 他們也會有不滿 我看見跟警察有點爭執 主要想看哪有衝突,去哪看事 Mr. Chan,謝謝 陳浩天的這場演講 先後受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特首林鄭月娥 以及前特首梁振英評擊 而成為社會焦點 最後都如期進行 因為剛才裡面也有問到 FCC的首席總統 他的意見從頭到尾都是說 對於FCC來說 真是一個很普通的活動 因為他們會聽同立場的聲音 去出席午餐會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聞 因為為何記者會一個普通的演講 會令到那麼多反對聲音出現呢 其實某程度可以看到 現在政府或中方的取態是怎樣 他今天的 speech 主要主要是說他們香港民族黨 目前正在面對甚麼問題 以及為何他們要提供香港獨立 即是他會說到… 他簡直是有港獨立 戴程熙入行後 採訪過不少有關港獨的新聞 這日他負責報道 陳浩天的演講內容 我記得有外國記者 問陳浩天關於暴力的事情 其實陳浩天那時候都會說 自己不主張暴力 但譬如我們再看他過往的言論 都有說過要流血 或者要用武 我們其實都放在我們一篇報道 那你就讓讀者自己判斷 這些完全不是宣傳 他年半前入行採訪的第一宗 有關港獨的新聞 就是中文大學掛香港獨立橫額事件 他說當時政府和校方立場強硬 批評學生的行為違反基本法 又強調言論自由有底線 當時他剛剛入行 對於校園以至社會 是否可以討論港獨 一度感到困惑 因為大學就是學術自由的地方 你想研究甚麼都可以 但學校偏偏說是違法的 他類似是用一種保護學生的心態 跟你說 你有時也會想 其實那群學生是否真的完全錯了 那時候可能有些事情 你就會在想 究竟我要怎樣寫 或者是否他真的犯了法 有時可能會令到你 有些事情可能就著不寫 李月華是這間網媒的總編輯 他的機構也有直播當日陳浩天的演講 他說事件引發的爭議 重點並不是陳浩天的言論 而是社會上究竟還可不可以 自由地討論港獨的議題 今天我們的問題也有一個困惑 就是你今天說這件事不行 是因為違反基本法 影響國家安全 好,哪條法律 說到今時今日 在張建中事後的記者會 現場記者問了很多次 到底是違反了哪條法律 張建中先生其實是避開了 我相信很多人反對他取締的 不是一定說我支持他的想法 但問題是 如果他說話都可以被取締的話 你今天可以取締的話 明天可以做新聞 後天可以是另一個 言論自由從來都不伸展到 危害國家安全 但在香港來說 目前是沒有國家分裂罪 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罪 就算你違反了23條 香港未有法例 未有違反法例 就不會抓他坐牢 在未有刑法制定之前 其實你除了譴責他 危陷他 就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當一個人去討論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檢控他 是不是不准說那些東西 23條立法是不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除非我們決定說 香港是有一些東西不准說 當我們說 說港獨就會影響國家安全 其實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怎樣影響國家安全呢 是不是說說港獨之後 國家就會分裂呢 是不是說說港獨之後 就會有人會發動戰爭呢 會推翻現在的政府呢 我們看不到任何這樣的理由 我們懷疑他們違反了 有違公得罪 阻階 我們懷疑, 噪音滋擾, 和恨恨 陳家驅今年3月在網上成立群組 叫做學生獨立聯盟 主張香港獨立 這日他們到天星碼頭驅趕大媽 聲稱要杜絕劣質文化 還我天星碼頭 我們的文債一直一直被人侵蝕 因為香港獨立其實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自由民主最終極的目標 但是民主其實離不開民生 我們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民生事件 告訴香港人 其實香港獨立了是有我們的好處 他曾經是泛民政黨的成員 試過在區議會選舉中落敗 又試過在立法會選舉中 幫本土派候選人助選 陳家驅說 在政府大力打壓下 本土和港獨主張近年漸趨低調 不過正正是這樣 他更想站出來延續獨立思潮 政府也沒有一些很實際的條例 去拿出來 去對付港獨的人 他只是用不同的周邊的法律 例如去取代民族黨 又或者煽動罪 所以暫時 未立立三條之前 其實還有空間去討論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出現了 一些法例 禁止別人討論港獨 可能一說 或者在上網表態支持的時候 都要拘捕的時候 就真正沒有了這個討論的空間 我中聯邦和港澳辦發表聲明 就是炮軍這個大搖廷 他在台灣 不是解奧的方式 研討會是吧 陳家驅相信 他成立的組織 很難在香港註冊成為社團 亦預計會計民族黨後 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 他們不肯透露組織的詳情 只是聲稱收到三百人報名 成立之後 亦多番被左派報章 指他們在校園散播港獨思想 網上亦有不少人質疑他們的動機 為何我們要走出來冒這個險 是否值得去承擔 可能坐五、六年牢的風險 然後去駁一個上位的機會 我覺得其實很多言論 如果你真的認真去想清楚 未必個個人承擔得到 未必個個人敢走出來 再來呢 亦會取得到 那種港獨自決的言論 是違反了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獻制的要求 所以任何冲击着 这么基本的政策方针 或者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七月一日 在香港说的底线 我们是不会容忍的 国家里面说的是 一个政治上的红线 你超越了 有什么后果呢 假设我希望我是错的 国家领导人说这条红线你不要过 你过了这条红线 他就会说 既然是这样 我改变中央对港的政策方针 取消我过两者 又不是法律的问题 是政治问题 你知道领导人在想什么吗 然后你就去猜测、鼓吹 这种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 我们反而要问一下 就是一国两制既然要保存香港的一些核心价值 究竟这些是什么核心价值 令到两制是值得存在的呢 就是你会看到 只会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越收越窄 现在就是说港独 演变下去的时候就会说 当权者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能说了 这个就是香港最可惜的地方 如果我们走上一条这样的路 就会说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